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半导体市场在经历了2023年的寒冬后,借助生成是AI的浪潮,台积电在2024年赚得盆满钵满。 台积电今年挤用时10个月就完成了2023年全年业绩。 2024年10月,台积电净收入为3142.4亿新台币,同比增长29.2%,前10月营收已达到2.34兆新台币,作为对比。 2023年台积电全年净收入为2.16兆新台币。 这样的乐观的市场,让台积电的市值在2024年10月突破了一兆俱乐部的门槛。 AI应用的爆发式增长,让各大晶片厂商纷纷争抢台积电三奈米的产能。 台积电也多次表示,AI相关需求非常强劲,这是真实的实际需求,预设称AI需求皆后数年将持续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积电董事长兼执行长魏哲嘉曾自信地表示,2奈米工艺的需求空前高涨,目前2奈米的规划产能已经超过3奈米。 生成式AI可谓成为台积电发展2奈米的天使。 台积电2奈米的加快,与台湾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也密切相关。 随着美国新一任大选结束,川普的胜选让晶片法案走向城里。 台湾政府高级部门表示,在初期量产时台积电不会将最先进的制程引入美国。 并外,高雄当地对台积电在高雄的投资给出了相当高效的支持。 例如,当地官员在视察高雄小港机场西航煞工程时,特别指示工程单位要考虑未来10年南科半导体空运需求,必须在2032年如期完成第一期建设计划,以缩短半导体供应链的输出效率。 面对台积电对当地部门提出的高级人才、员工安居等需求,当地全力配合并提出解决方案,包含增设小学、实验中学增班、沿外交通的强化、再生水厂的建制。 在高等人才教育上,邀请台湾清华大学、阳明交通大学进驻高雄设置分校。 对于高雄来说,协助台积电能够顺利地在高雄落地投资,对高雄的转型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此,当地部门也已经协同数十家相关材料设备及零组件等供应链厂商进驻到高雄,为台积电尽可能提供便利。 台积电对于台湾经济的重要性,让它拥有了清泉台之地利。 至于2奈米的买家,这或许是台积电最不愁的问题。 首先,苹果是骨灰级台积电粉丝。 作为台积电先进制程技术历年的首批应用者,苹果在2023年就使用了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 据透露,台积电会给苹果100%合格的晶片,自己吞下曲线晶片的成本。 二者如此紧密的合作关系,苹果继续沉迷最新制程,在未来应该不会有变。 不过,据分析师预测,iPhone17系列依旧赶不上台积电最新的2奈米制程。 2026年的iPhone18 Pro系列将会成为首批搭载台积电2奈米处理器的智慧型手机。 一类人士表示,AMD将会是2奈米的另一个买家。 AMD的第五代EPYC突轮处理器和MI350系列都采用了3奈米制程。 不难推测,所有3奈米的客户都会在后续采用2奈米制程。 这就将客户名单扩展至联发科、高通、英特尔、徽达等。 台积电新3奈米,工艺节点生产的晶片列表可谓大咖云集。 由此可见,坐拥全球最顶尖的晶片客户,台积电真的不愁卖。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积电日前已调整了对客户的2025年代工报价, 以缓解海外设施高昂营运成本和2奈米部署成本造成的毛利率损失的影响。 客户还可以访问该代工厂, 具体了解计划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的2奈米工艺制造报价。 整体来说,2025年,人们会见到更多2奈米晶片的讯息, 但预计真正的铺开还需要等到2026年。 如果想看到其他竞争者,或需要等到2027年。 总而言之,台积电过于有统治力的市场主导地位在2奈米制程上仍会延续。 从目前的进度来看, 先进制程的主要竞争者在2奈米上依旧不能忘其向背。 11月底,台积电在高雄的2奈米新厂举行设备晋级典礼。 原本高雄工厂的计划是在2025年中期引进设备,年底进行生产。 受益于需求高涨,台积电高雄工厂的时间线整整提前了半年, 这也把全球2奈米制造的时间表向前推进了一步。 2奈米产能将于2025年开始, 这印证了之前,人们所了解到的台积电2奈米进展超出预期。 从工厂分布来看, 2023台积电在台湾已建成的多处工厂中, 宝山的P1、P2将会生产2奈米。 P1的设备已经在2024年4月进厂, 并预计在2024年第四季度进入验证, 预计将在2025年量产,计划产能约为3万片。 2023年新建的新竹F20、高雄F22也将生产2奈米。 F20工厂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产能提升, 月产能约为3万片晶圆。 F22工厂则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开始商业化生产, 月产能同样为3万片晶圆。 到2026年,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月总产能至少可以达到9万片晶圆, 为全球客户提供稳定可靠的2奈米晶片工艺。 在台积电5奈米产能利用率已经超负荷, 3奈米产能利用率在2025年有望达到100%的情况下。 2奈米制程的上线预告让台积电在先进制程的市场上继续领跑。 台积电在2奈米制程的准备上已经十分完备了。 除了设备进场的硬背景, 其他2奈米相关的要素也在低调中完成。 回想2008年,台积电发生了40奈米危机事件。 当年台积电的40奈米工艺锁定了辉达、AMD、Autera等大客户, 但到了2009年中, 因一系列预期之外的表现, 对辉达和AMD造成相当的市场风险。 后续章中谋虫回台积电才解决了良率问题, 并亲自与黄仁勋会面才解决了合作问题, 并且在28奈米工艺上重新实现合作。 不过或许是心有余悸, 前两年,辉达还尝试了三星的8奈米工艺来生产其RTX30系列。 但总体而言, 40奈米危机事件后, 台积电再也没有太大的挑战, 似乎能打败台积电的只有台积电自己。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订阅。 请不吝点赞,